Zither Harp 囚类 囚牢女 如何许鲜亮亦撞空 沉迷口 沉冷口 灵魂是越来越沉重 但背后有谁能当 净手无尽的痛 但女士太郎 无法自我操控 其实说到没有,你哪是一个没胆鬼 凯晨不是被狂迷捉了 狂迷会不会让她不利 你太太会用一些心形的色物 是在左手边的 会不会是说凯晨耳背的纹身 就是这样 真的挺像个心形 明事又不过眼 凯晨头发也不短 遮着看不到也很正常 就是说这个网台没有一个同事 知道汪开晨有这个纹身 那狂迷怎么会看到呢 凯晨平时想法的时候 都会惯性背一背耳朵的头发 会这样有人看到呢? 但你经常跟他一起工作都看不到 什么人会看到呢? 是 开晨平时就是坐在这里? 是 谁不是在这里? 我们去谷慧泰 我们去谷慧泰 这个冷气槽很坏 整天都坏了 他会找人弄 维三部那些人常常来弄 但不知道是否会弄 只能弄的都是这样 怎么样?世爺 李Sir,我冷气槽 没有镜头,没有收音器 对不起,你和凯晨差不多高 麻烦你像他这样坐在位置 用左手背你的头发 Prin Sir,这个角度 看到他二背跪止了 网台的冷气是谁负责维修的? 是阿良负责的,什么事? 我想知道他的资料 他的存名是什么,还有多久? 阿良的存名叫吴家梁 做了大约有两面左右 他今天又没有上班 我想找他,有点事问一下 不要说你想找他 我也找不到他 十楼的楼盏灯坏了 遇到他十二点半去弄 谁知道他没去 人家打来罵了很久 我打电话找他,他又不听 直到现在连人影都不见 麻烦你让吴家梁的地址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爹,幫忙查一部電腦 Vin Sir 他有個Heading硬件 帳入了別人的電腦 我姓喜,之前凱晴在網堂的大堂 我似乎不見了那部電腦 之後被人撿到 放到保安那裡請我一部電腦 看來是吳嘉良拿了汪嘉晴的電腦 再用這個程式進入去 Vin Sir,在這裡 怎麼樣? 找到吳嘉良兩年前 是億萬軍集團的職員證 還有搭收錄的資料 在深水埗宇州街七十六號 不是就之前廢蘇國彭條絲的大廈嗎? 吳嘉良之前替億萬軍做收樓 清楚知道這棟大廈沒有人 就把蘇國彭條絲放在那裡 說不定這次他把阿汪開程綁成這樣 那還不去救人 先生,我們過去看看 水爺,我在這裡 我們兩個看看有甚麼線索 是,Sir 阿汪,我只知道這傢伙真的很變態 一屋都是汪海晴的照片 還有,還吃汪海晴的電腦 變態成這樣,這樣也不是狂迷嗎? 我不否定他是狂迷 但有件事想不通的就是 包古裡面的張卡寫得這麼文藝 這麼浪漫,不知道是他寫的 選擇主公領лад 貝尚 sir 我們還是前方做個單位囚 時間做吧 是,Sir 不,ount 不,me,我… 不,怎… 為甚麼?為甚麼你們搶賣我? 傻瓜 警察叫我,他叫我旁邊 就是警察,你們不是加盤的 拖得中,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看來英雄家良 有打開繼扣手錶的塵埃 這裡記錄了他去過哪裡的資料 蘇國鵬死的那天 他真的去過深水埗 他最近有沒有去過什麼郊區的地方? 他最近星期六天 都去過沙頭蓋這個地方 每次還逗留了一整天 吳家良把他自己的樣子 和汪愛晴的樣子 來買這張照片上碟 那就是說他很想和自己的女神 在這裡長相私守 他一定是抓了汪愛晴在這裡 阿爹,把沙頭蓋的地址 傳給Will Sir 大叔,那我們也找Will Sir ль招待出 額外 江湖 一盤 兩人 二人 二人 三人 二人 叫 開城 開城 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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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事… 開城… 他要把刀支持我,他要殺我 很害怕,怎麼辦?很害怕 開城…你沒事吧?開城… 開城… 警察 開城… 開城… Waykel… 你不用怕,那個壞人已經死了 什麼事都沒了 Waykel,多多一小時 火小姐,你拿些什麼?可不可以落口 你問吧 我不想你再受刺激 我可以的 謝謝 謝謝 火小姐 我想問你今天早上怎麼會離開網台 然後去了哪裡,還有做過什麼 我今天早上罵完那個狂迷之後 我還是很生氣 所以就打算走開一下,休息一下 就離開網台 然後就走去那條很闢陣的橫行 是,其實我沒有打算要走去哪裡 但是走著走著,就走去那裡 我之後還有打電話給Michael 我怎麼知道說不夠兩句 就有個人在我背後哭著我 掩著我的口 之後我就暈倒了 你醒來之後看到什麼? 我看到自己在一間很黑的屋裡 然後我還看到那個 我常常替我們煮燈、煮冷氣的那個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是不是這個?吳家糧? 除了吳家糧之外 屋裡變了誰? 沒有其他人 那屋裡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倒杯水給你,好嗎? 讓我來吧 謝謝 郭小姐 吳家糧他,他抓住我 他不停地問我 為什麼我要這樣對他? 他說他很喜歡我 只要有人令我不開心 他就會想盡辦法去消滅那個人 就像雨Sir、陳子惠和蘇國鵬 他說他想不到他為我做了這麼多事 我竟然不靈情,還公開罵他 他說他對我好心惡 然後就拿起把刀想殺我 那臭小姐,我想問問你 你身上沒有任何刀傷 但是吳家糧身上有多處刀傷 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想要把刀殺死我 我還想要把刀殺死我 他想要把刀殺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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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是拿去做椅子 我扔過去,他就掉了一把刀 我看見他,他很想…他很想撿把刀 不可以的,我不可以讓他拿把刀 我就馬上撲過去,我拿著把刀 然後…他又撲過來 最後揮了幾下,然後… 老公,我是不是殺了人嗎? 我不想…對不起,我不是想殺人 我…我老心…我…我老心… 我老心…我老心… 可以不要再瞞著嗎? 對不起,我不想…我不想殺人 我不想殺人 謝謝幫忙,小姐 吳家糧的認識報告已經出了 他身上有四柱刀箱 證實是廢得吳家糧屍體 現場所找回來的三果刀所致 而真正的致命傷 是鴨頭這個撞擊的位置 在吳家糧的血液釀般 找到很多種毒品的殘留物 他應該是一個長期吸毒者 在出事之前曾經吸食過機制 導致神志不清 他真的是那個礦米嗎? 我們在吳家糧的家裡 還有那部電腦 找到很多汪凱晨的照片和影片 全部都是偷拍回來的 還有,我問過出貨公司 那些空凱晨的包子 全部都是吳家糧的家附近的門子寄出 應該沒辦法 那部相機上面的血跡 證實在蘇國鵬 而在相機上面 還找到吳家糧的DNA 加上他很熟悉那棟舊樓的環境 他最大可能就是這個兇手 就是這個礦米 對,根據汪凱晨的口供 吳家糧已經認了 遇見和陳子惟的御宅 是他要替汪凱晨出口氣而做的 不過汪凱晨真是幸運 要不是吳家糧的頭 撞到石頭上 他一定在死 他不停地擁搜尋汪凱晨 有記者,又跟蹤他 還為了他殺人 目的就是想汪凱晨知道他存在 想得對獎賞 更想和他在一起 這次真是多得多得幫忙 要不然怎麼可以這麼快 但是,憑我幾張照片 找到吳家糧帶了汪凱晨去哪裡 多得鐘,跟你聊完之後 心裡真的舒服了很多 我會用你教的方法 嘗試不要看到穿制服的人 就自己嚇自己了 我明白可能每次三刻 就當沒事發生 但可以嘗試跟自己說 事情不發生也發生了 也過去了,等自己適應就沒事了 我們會的,謝謝你,多得鐘 不用謝謝我 是,老闆請我回來的 要謝謝,謝謝Terry 謝謝你,那我們先出去工作 你怎麼樣?他沒事,你不開心嗎? 開心,不過看到海晴和多得風這麼好 我心裡有點暈倒 那你打算怎麼樣? 我知道在海晴的心目中 我覺得多得風很重要,很明白的 你說的嘛,事情結束了 等自己慢慢適應就沒事了嗎? 我想我很快就沒事了 有什麼事,隨時找我吧 多個小時,Terry有電話給你的 謝謝,謝謝 我送你出去 好的 謝謝你,當中還能上來嗎? 不用送了 二分鐘?上來做訪問嗎? 不是,只是幫你的同事做輔導 對了,還是剛出院這麼快上班? 我想我是一個工作狂 一不做事就失身不自在 我建議你最好去個旅行 散散心,休息幾天 不,Migal也請不到假 而且我一個人在家裡 我怕我會亂想的 因你這麼大的事 我擔心你這麼快上班 心情平伏不到而已 那是你說的嘛 面對困難和恐懼就要面對 不能避免一輩子 也適合了嗎?你照顧 有什麼事就隨時打電話 麻煩你,今晚冷氣要做了 是 你去哪裡? 我先進去,再見 我帶你進去 你快不來,快進去 我沒有叫你走 我請你的,好嗎? 很苦 適合你 你看你的樣子,摸著臉 怎麼樣?汪偉晨的案子還沒完嗎? 這次汪偉晨被綁架差點沒命 連她網台的同事都還沒平伏 但汪偉晨好像沒什麼 你不是說她之前有PDSD嗎? 可以這麼快沒事,有點奇怪 汪偉晨收到恐嚇包過開始 到被綁架 她每天都見報 每天都成為傳媒追訪的對象 現在她的節目大受歡迎 她覺得這一切真是巧合 大家接受她也很正常 畢竟她是這宗案件的受害者 我就覺得汪偉晨不像受害者這麼簡單 幸好你今天上班 這幾天網台的電話 被記者的出版社打電話 只要接電話都接到我和Ada手怨 那就辛苦你們了 連電影公司都找你 這期真是最紅的是你 還是你說得對 如果你休息久一點才上班開麥克風 人們很快就會忘記了 看看,你今天復工而已 那個粉絲網站馬上多了一萬多個讚 每個人都稱讚你是女強人 沒有人說我裝作罵我博出位嗎 當然有,不過一發聲就被其他人罵到 立刻刪除了留言 還有很多人猜到你和那個狂迷 發生了什麼事 還有人把你和狂迷的關係 寫了一個故事出來 說你和他認識了很久 他向你示愛失敗 所以就抓了你走 你走的時候 還讓他把衣服脫掉 神經病,好像拍三級片一樣 凱晴,不如你出書 或者寫個電影劇本 說出真實版本吧 真實版本?出不出的價格 所有證據都顯示那個狂迷在記包裹 偷拍跟蹤 甚至為了見他在網台大廈裡做維修技工 都是跟他有關的 為什麼你說他有問題? 吳家良一直留意汪凱晴 女神被人欺負他當然代他出頭 於是對付余健和陳梓慧 把他們的牙龍頭髮寄給汪凱晴 其實也是想向女神邀功 這些都是一般狂迷會做的事 那些蟑螂也是 也是的 娜汪凱晴在朋友圈上寫了他很害怕蟑螂 於是吳家良就殺了很多蟑螂 把蟑螂的屍體寄給他 目的是想告訴他 蟑螂死了,叫他不需要再害怕 這個也是邀功行為之一 因為收到包裹之後 我發覺我的電腦有點不妥 好像被人欺負了 我又去問達叔 究竟是誰拿了我的電腦 達叔只是跟我說 說有人拿了我的電腦去保安室 是誰就不知道了 那那個人是否想恐嚇你 雖然這個人知道我很害怕蟑螂 但如果他想恐嚇我 為什麼要寄合死光的蟑螂給我呢? 他寄合新房子的蟑螂給我 我更害怕 所以直覺告訴我 這個人不是想害我 甚至是會幫我 死蟑螂,遇見的牙 和陳芝衛的頭髮 目的是想討好汪凱晴 這裡我包括沒問題 有問題是最後的兩個包裹 刀片和染血的公仔 這兩件事不住要公 住得更多 我覺得寄這兩個包裹是另有其人 還有另一個嗎? 大家都覺得是遇見的刀片給汪凱晴 沒多久之後他就被人襲擊 大家又懷疑是汪凱晴為了報復而打他 當大家懷疑他的時候 他就會收到刀片和染血的公仔 是,在這個時候 他又會由疑兇變成受害者的身分 那就是說寄刀片和染血的公仔 給汪凱晴 不是想恐嚇他,而是想幫他 因為這兩個包裹 汪凱晴的節目就爆紅 寄刀片這些惡意的行為 通常只是想傷害對方 不會打算幫他,或者捧紅他 一般的狂迷不會這樣做 除非他寄完這兩個包裹之後 他有好處 有人想借狂迷過橋 寄東西給自己 其實是想捧紅自己 聽起來一切都很順利成章 狂迷暗中幫女神做了這麼多事 對,有沒有爆點的禮物? 那如果如箭放大架的時候 我又發覺Terry 不相信我一個人開單大旗 我就借這個狂迷過橋了 那又真是鼓勵不了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 汪凱晴會不會跟吳家娘合理? 我不敢肯定 可能是其中一方故意配合另一方 又或者是其中一方引導另一方 讓她配合自己 是,就是說汪凱晴 早就知道狂迷是吳家娘 只有這樣 汪凱晴才能夠給她提示吳家娘 引導她幫自己做事 還要對付第三者 你就好了 有個隱形朋友幫你做了這麼多事 是她以為自己隱形而已 聰明的觀眾 都應該早就知道她不是吧 我打電話給Vincent 我可以去洗手間 我陪你了 謝謝 有個隱形 不過我跟她完全明白了 她知道我很欣賞她為我做的事 我也知道為了我,她可以做更多 想不到原來你們兩個一組合起來 還有,搞我八婆的電影也很精彩 一定要加入你的電影 其實我是否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夠好 所以你就跟陳姑娘她 不是 一定是我,我愛你這麼久,我愛你 我愛你,我愛你這麼久 一定是我不夠陳姑娘 阿楠,Michael他才會… 我又可以電王 我又不可以令他 以後不可以赤良行兇 那個女人搞我老公 我可以裝什麼都不知道 不過他上來網台搞我 你叫我怎麼忍 幸好吳嘉倫也娶不完 明白我想他做什麼 幫我教訓了一個女人 陳子惠嫁入汪海程那段婚姻 還在網台找他晦氣 吳嘉倫不放過他也很正常 我覺得有問題的 不是他出手對付第三者 而是為什麼要殺了蘇國鵬 那個狗仔隊? 蘇國鵬把方家朗外面有女人的事 爆了出來 其實是幫了汪海程 幫他建立一個弱者的形象 那為什麼吳嘉倫要殺了蘇國鵬? 會不會是不想汪海程不開心 所以就把那個記者殺了 那殺了陳子惠就行了 陳子惠才是影響汪海程婚姻關係的元兇 你明白嗎?有元兇不殺,殺過記者嗎? 除非蘇國鵬的死是意料之外 故事就說到這裡嗎? 好像不夠刺激 當然還沒說完 現在才到戲獄而已 對呀,還沒交代狂迷什麼結局 以為被他欺負我的電腦 偶爾讓他知道我在做什麼 他就會心滿意足 誰知他得寸盡赤 像那隻烏鵬一樣生氣 還要逼我跟他見面 你終於來見我了嗎? 我不是說過 我們的關係不可以讓人知道嗎? 讓人見到怎麼辦? 但我真的很想見你 我真的很想念你 現在見完了 你別走,你老公對你那麼差 我會對你很好,你相信我會對你很好 你弄得我很痛,你放手吧 你不是說好愛我嗎?我不想再靜 看著你,看著你 好,別覺得 Früh 太陽 фот肥誤 我想問了… 好,我好,你讓你來ICO 是敢,看看可憑 Carmen,快 rhythm 對不起, 我甚麼都不知道,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 之後你發現那個記者 把照片配合到一份公司上網 所以你就隨便找個藉口 叫Day替你寫完他 不,不是隨便 是每一步都想過、想過 不是彼得麗的計劃這麼完美 這個所謂的朋友可以為了你殺人 那之後你又怎麼做? 這可能會有危險的 這個朋友已經是壞人了 主角知道他已經失控了 當然要警惡懲奸 令他受到應有的懲罰 其實說得完 你只是一個懦夫,不要打鬼 如果讓我知道你是誰 我一定會親自抓兩警局 這件事不是你想這樣的 為什麼?我知道 你一定有很多問題想問我 不過我在這裡說不方便 我們去其他地方,我再解釋 為什麼你一直不這樣說我? 你冷靜點,我慢慢解釋給你 不,我想知道,你告訴我我嗎? 你冷靜點,我…為什麼? 你覺得我好痛 其實…其實不是逼你嗎? 你告訴我吧,我幫你殺了他 是警察叫我這麼做的 是他們逼我的,他們說要抓你 沒有理由知道是我,沒有理由 我…你,你…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蠢蠻佬? 你為什麼要拿刀呢? 為什麼要拿刀呢? 老太太 警察叫我, 他叫我幫忙 警察, 又是警察, 你們不是加盤 我真是真心中意, 你知道嗎? 我為你保護你, 我甚麼都可以幫你做 我沒有, 我要打完了, 我要還回死我 還有, 我幫你殺我小狗 我說你甚麼都可以做 但是為什麼…為什麼你要顧著警察 為什麼你要傷害我? 老公, 我沒有跟警察說 這些是我們之間的秘密 為什麼你要殺我? 是呀, 我要殺你 你知道你多煩嗎? 以前不是這樣的 你以前不是這樣的 我一直讓你偷影我偷看我 我都可以當沒事 你為什麼要死纏著我? 我偷日沒人都是為你好 你幫我對付余健和那個女人 我就謝謝你了 老公, 你還想怎麼樣? 我根本不是要你多謝我 你以為你幫我做一點點事 我就會和你阿曼在一起 要不然你一定要見我 蘇國鵬也不會見到我們 整件事都不會搞到今天這個地方 再這樣下去 誰知道我會不會有手未跟 還有什麼好說? 很快點說吧 讓力一到, 你一眉著眼 所有事都會結束 死定了 快餐 4時間 失敗 跟滿ском 對 其實拍攝 很奇怪 直接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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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